郭嘉明 早晨 是 最簡單的問題 香港的電壓是多少複雜 講一下書 我們香港用的電壓是多少複雜 你答我不知道 220 麻煩你 是誰幫他的 記住郭嘉明 知不知道 另外 我想你們都看過 我們的電器是三隻腳的 我今天給了一個圖 你就掌握多些什麼叫三隻腳 上次講一下三種不同的線的顏色 我現在給圖給你看 現在暫時畫面會黑曬的 會黑曬的 好 郭嘉明又要問你 我要你回答到剛剛為止 郭嘉明在哪 在這裡 在這裡 有沒有印象一種線叫做地線啊 我記得 上次你回答過我 記得 上星期四 你看不記得 記得 好 好 好 看不記得地線的顏色啊 有中文又有圖畫 第一個就是地線 黃綠雙間見不見 不用抄的 聽得明白就可以了 還有看到有個比較 粉紅色的墊仔紙一紙地線 看到嗎 同學 看到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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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看到 好 我看到九個了 剛剛是否紫圈來了啊 紫圈 是的 Sir 歡迎你 歡迎你 現在你看到是不是黑色畫面啊 現在沒有畫面啊 OK OK 剛剛我按了 不知道為什麼 早晨啊 剛才你去了哪裡啊 我剛才站到做工藝部的做事 我記得你 哦 幸好是耳仁幫忙叫你來 是啊 很重要的 你要回答問題啊 知不知道 靠你的啊 知道 靠你 好 應該看到啊 看不看地線 有個粉紅色墊仔紙 你是不是看得到 又黃又綠 是的 接著上課有中文字 黃綠雙間 是的 正常來說 地線不會帶電的 正常啊 除非你的電器有些問題 地線就會帶電了 而地線帶電的話 其實是一件好事來的 對於人來說啊 對於使用者來說是好事來的 因為它會令你不觸電 但是對於電器來說呢 電器很大機會 一個保險師會壞的了 OK 那你說 那正常來說 哪兩條線帶電啊 可不可以猜到啊 張白希 正常來說 一個電器 哪兩條線會帶電 提醒你了 已經 中線 火線 謝謝 中線火線 會帶電 正常一定帶電的 反正電器都用不到 記了幾個顏色 同學 火線是中式 中線是藍色 記一記 你們看不看到 在那個圖的 右手邊 有一塊白白色的東西 有個數字寫著 不知道 好像13A 看到嗎 看到 那塊就是保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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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們所謂的feels 對這塊圖可不可以掌握多一點點 OK 那這塊圖我暫時弄走了 好 另外 記不記得上次我講過短路這件事 嗯 我講過 譬如一宗新聞 是早前的 有一家人 他們晚上的時候 插著那個 電動滑板車 好像是嗎 然後火燭 火燭 火燭就 有生命的 傷亡 大家不想看到 好 短路呢 有沒有印象講過 是一條 電了很低的電路 突然間出現 我給你看看圖畫先 有個圖畫 趙軒看見到圖畫 看到 好了 你全班給我看不看到 好 下面有一些紅色的線 那些代表電流 OK 好了 這個圖呢 其實想表達一個什麼情況呢 看不看到 英文字大加L 看不看 在圖的左邊看不看 在那個插座外面 看到一個大加L先 看到 大加L代表火線 火線是一定帶電的 好了 另外看不看到 紅色的線 是不是穿過黑色的東西 黑色的東西 我今天叫你抄筆記 就是保險絲那個符號來的 保險絲 就是所謂Fuse 好了 聽著比較深的概念 因為沒有圖 我希望你聽得明白 看不看到 本來那些線 應該是在走黑色上高的 那些發熱線的 你看不看到 已經無如無辜 有一些紅色的線 搭了下去 黏了那個電器的外殼 金屬外殼 看不看 這裡就是兩個情況 因為電器裡面 電線掉了 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沒有人 開過電器之前 會特意拆一拆它的金屬外殼 沒有可能的事 好了 但是這個情況就是短路 為什麼呢 它裡面的電線 不知道什麼的緣故之下 火線碰到那個金屬外殼 這個一定是短路的 因為金屬外殼 比較電阻低的 好了 電流就很有趣的 電流它會選一條 電阻小的路線來走的 就是 譬如我們 我們一樣 譬如我們小吃的時候 去小吃部買東西吃 你看到兩條隊 一條人很多 一條人沒有的 你當然選沒有人的那條 是不是道理呢 電流一樣 它一定選了 電阻小的路線走的 所以它會選擇走 紅色那條線 金屬外殼 那就死了 一開這個電器 一開已經電死了你了 是不是 但是 因為這張圖是想講地線的 你見不見到一個大街衣 在一個電插座的大街衣 我看得到 這個大街衣就沒有駁到的 代表這個電器沒有駁到地線 它保護不了使用者 好 所以 接著做一張圖 就講怎麼保護使用者 這張圖是明白的嗎 小同學 我先走了 你明白 明白 這張圖是死人了 我問一下郭家明 地線是什麼顏色 地線 問我幾次 地線是什麼顏色 黃綠色 麻煩你了 你突然答對了 恭喜你了 好了 見不見到同一幅圖 不過這次那個人沒事了 郭家明 郭家明在那裡 見不見到黃綠色的線 踏下去大街衣見不見 見 那就是代表這個電器 現在接駁了什麼線 黃綠色 地線 地線 可以嗎 地下的地 那就安全了 對於人來說 電器肯定已經壞了 你已經 為什麼已經壞了 好 春白器 春白器在那裡 剛才我強調 對於用那個人的安全 就是電器不死 為什麼我說這個電器已經 已經是要弄的 要壞了 為什麼 因為 你猜一下 見到黑色的那些中文字 啊 你猜到哪個字幫到你 這個電器用不到的 除非拿去弄的 為什麼 有什麼保險師會用 謝謝 傳媒給我聽到 阿帕希說話 聽到 那個保險師熔了 熔了就可以看成 那個電器已經斷了路了 你已經 斷了路了 一定用來弄的了 所以現在可不可以更加多一點點 地線怎樣去保護使用者 就是當 當那個電器無緣無故 都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條短路 短路 那 那些電線就搭去金屬外殼 碰到它通電 如果沒有地線 就應該去見到天主的了 有地線就保護你 保護使用者 它怎樣呢 你見不見它紅色的線照樣在這裏 紅色的線照樣在這裏 但它不會通過你的人 OK 它繞個圈 它通過了黃綠色 黃綠色 好 接著 矣營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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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一下 我想 準備回答我的問題 黃綠色那些 叫做地線 黃綠色其實是 黃綠色其實是 將一些突然間產生的電流 帶走 不要電到的使用者 但你看到其實 它會走到E那個位置 這個E的位置都代表什麼呢 那些電流呢 會流向地下的 流向地下的 可能阿Sir 這樣電到地下的人 不會很遠的 帶到很遠的地方 電不到人的 所以 明明地是一個保護的裝置的同學 正常它不帶電的 當我 使用者用的時候 電器無緣無故 出個短路 長短的短呢 它就發揮作用了 不過 保險師都會用的 所以都會拿去弄 好 到底電線怎樣幫人 搞不搞定 好 這個圖把我會弄走的 好 另外剛才沒有印象 我講過 地線又可以保護到個人 另外保險師 融了又可以保護電器 那個保險師其實呢 聽過feels沒有 同學 所謂的feels聽過沒有 保險師呢 跟其他電器用品 都是差不多的 有些規矩的 給你看一下規矩 好 周婉儀看不看得到 周婉儀 看到 剛剛有三個東西了 當然 這個是放大了保險師 保險師其實很小的 真實很小的 同學 全班同學看到有三個 數字加後面有個大家A 好 我想 窗拍器 是不是窗拍器 是 現在答問題好不好 2A你猜是什麽意思 不是你那班 保險師有2A是什麽意思 你猜一下 電流小一點 2A 你再去猜一下 2A 其實保險師很便宜 你不要說保險師用了 怎麼辦 燒了就要燒了 保險師可以換 保險師很便宜 重複一次 2A是什麽意思 其實隔壁的中文字可以幫到你 其實那些數字是叫保險師的額定值 好啊 郭嘉明可不可以幫一下拍器啊 郭嘉明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 我希望你怎麽幫他呢 2A首先一定不是你的班 那你猜一下 全班一起猜 假如 電流 只不過是1A A是代表安倍 凡是大街A是代表電流的單位 聽著問題 假如電流現在只不過是1A 1A通過2A的保險師 保險師會不會燒 好 郭嘉明試試打保險師燒不燒 什麼 你不明白我的問題嗎 聽不到 你有沒有聽的 謝謝白希 謝謝 始終你自己回答 一定不會的 好啊 但當那個電流去到3A 不會的 就燒了 好所以 你使用保險師呢 不是隨便的 是看看你的電器 操作電流要多大 我會特意選一個 剛剛大一點的 剛剛大一點就用它的 為什麼 什麼叫大一點呢 譬如說 阿sir 我先選個13A最緊張吧 但請你想一件事 如果你的操作電流 你用的電流 你用的電流 是3A而已 3A 你用的13A 保險師經常都不會燒 至少明明我的道理 再重複一次 假如你用那個電器的操作電流 是3A已經夠了 你無願無故 保險師13A下去 保險師經常都不會燒 是不是 那就沒用了 其實我們想用保險師的原因 就是 希望能幫到的使用者 保險師適當的時間 是要燒的 先拿去換 都沒問題的 動不動 所以記住 使用的保險師 是要給你使用的電流 大一點點 大一點點就用了 好我給你們一張圖 看看 你看看 這個圖我暫時弄走 先 剛才我說的概念比較難明白的 什麼叫大一點點 我給你多一個 你猜 字圈大約明不明白我講什麼叫大一點點 知道 知道不知道 知道 好麻煩 好麻煩 以後有一堆字 這堆字你不用抄的 你聽得明白嗎 給你聽聽保險師的作用 如果通過保險師的電流 大過那個壓定值 保險師就燒 截斷電流 不希望電流過熱 不希望能碰到個人 OK 所以我們用那個保險師 是 譬如 譬如 我們用那個是 我們用那個電流是 等等 用三個安倍 用三個安倍 就整個電器用得了 那我們這一刻 就選五個安倍的保險師 就幫到手了 因為 很少 大小小是什麼意思 譬如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之下 突然那個電流呢 是去到六個 然後三個去到六 那誰會燒的這一刻 是電器燒的 還是保險師燒的 休閒而試試答 保險師燒了 重複一次 你本身是三個的 不知道什麼原因 它砰一聲 去到六 保險師燒了 保護了電器 那電器可能幾千塊 保險師幾塊 換了它就可以了 但是 現在你是不聽話的 你用到最大用到13 13A的壓定值 那就出事了 怎麼出事呢 例如 剛才說過 這個電器用三個安倍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它砰一聲 從三個去到六 但是保險師都還沒到 保險師燒不燒 它13A才燒的 6A燒不燒 拍電器 試試回答 不燒 但是電器會怎樣 無業無故由三個去到六 電器會怎樣 幾千塊的東西會怎樣 很壞 很壞 所以我明白為什麼 我所使用的保險師 是比你用粗的電流大一點 我明白現在 明白 真的明白了吧 OK OK 好 另外呢 家裡應該有一件事 等你去看一看 待會完課堂之後去看一看 我們現在不再說保險師了 說另一件事 叫做 炭露氣 聽過沒有 炭露氣 我給你看看 每個家裡應該都有的 但是阿Sir的家裡沒有 但是那些炭露氣可能去了 家裡外面的電錶房而已 阿Sir的家裡就有了 見不見這塊東西 家裡有沒有機會見到這塊東西 有 這都是炭露氣 它原理跟剛才保險師差不多 不過有少許分別 保險師一過了某個電流 它是直接燒給你看的 燒了的 但是這些斷露氣 當你高過某個電流 它會跳掣 什麼跳掣呢 你看到全部的掣在上高 黑色的掣 看到嗎 它會跳下來 跳下來 我們使用者怎麼會知道跳下來呢 突然間可能開不了燈 突然間開不了電視 還會聽到啵一聲 通常是啵一聲的 這就證明到一件事是什麼呢 你家裡有些電器 產生了過量的電流 你不可以不理它 你不可以不理它 你叫SIR 我走回去拍一下這個掣就可以了 你拍完之後你一開它 又是跳的 你不掌握到這件事是什麼意思 這些東西叫做斷露氣 跟保險師有少許分別 保險師是直接燒斷你的 斷下去呢 只不過是拍下來 拍下來是一個提醒 提醒 你家裡當然有些東西有問題的 麻煩你去找師傅去做 你不是走去看到 哪個掣插進去 扶回去以為搞定 你開回去又是跳過去的 我明白 還有為什麼你說SIR 為什麼整堆東西 因為不同的電器 會有不同的斷露氣 去掌管住它的 比如熱水爐可能 要一個斷露氣 比如家裡一堆的燈 要一堆露氣 那是什麼意思 好 看你一下SIR 那斷露氣有沒有符號 因為保險師是一個長方形 加一條線 打橫的線 不好意思斷露氣 斷露氣是沒有符號的 從我明白嗎 斷露氣沒有符號的 我對於今天的課堂 補充回地線 中線 火線 再講一講地線 怎麼去幫使用者 另外今天再介紹保險師和補充 明白 掌握多一點點 OK 下一課我會繼續講和電有關的事情 上星期五 我已經給了功課 同學有些都交了 功課就是我上載了 素描的作業 你做回我E-Class 叫你做那一版 做了幾版 另外在星期二明天我都會有功課的 你們都會交功課的 你們都會交功課的 明白嗎? E-Class同學 OK 因為第三個星期了 都要做功課 不可以說 SIR我什麼都不知道 不可以的 知道嗎 做功課可以幫到你的 我為什麼現在 開始做作業呢 因為作業是 會緊貼你們學的東西 行不行 懂得多做事多 不要跟我說完全不懂 不會的知道嗎 OK 好 我暫時停一停錄影 帶你們不要走 我最後點多次名 我停錄影了 現在